岸田雖然一項中規中矩 但是當他宣布參選之後 他卻搖身一變 對中共展現強勢的鷹派立場 岸田在選前強調 他對中共在外交和經濟上的強悍作為 感到震驚 他如果當選 對抗中共會是他的首要任務 其實早在2013年 岸田就預告了 中共是整個亞洲地區的威脅 只是他當時還沒有那麼活躍 但這次岸田公開表明 自己是對抗中共的鷹派 還強調他會強化國防力量 來應對中共對日本的咄咄逼人 他還要指派一名首相特別助理 專門監督中共 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打壓 所以岸田當選之後 中國國內就開始有人提醒 中方要做最壞的打算了 當然日本不可能去攻擊中國 但是日本會成為亞太地區 圍堵中共防禦中共的重要燈塔之一 另外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 組成了四方安全對話 雖然他們這次的華府峰會 並沒有公開提到中共 但所有人都知道 這四國就是要聯手圍堵中共 應對中共的國際擴張 而日本剛好守在 中國對東北亞的出口 而澳洲守在東南亞 印度則守在南亞 再加上北約在歐洲 剛好對中共形成了一道圍堵圈 而且美國、英國和澳洲才剛組成了澳英美聯盟 美國還要幫助澳洲打造一支核潛艇部隊 會大大強化澳洲的軍事力量 再加上日本有可能會加入五眼聯盟 所以可以預見 日本接下來會成為防堵中共 對抗中共的國際主力 最後再來看台灣 岸田和高市可以說是這次選舉裡頭 最公開力挺台灣的人 高市早苗曾說 要跟台灣建立多項的合作關係 而岸田也說 台灣是日本的重要夥伴 他還多次強調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認為美日兩國應該針對台海衝突 進行兵棋推演